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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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这周末陪我去趟意大利 那个 这周末陪我去趟意大利 那有批货需要处理 那有批货需要处理 这个周末啊 怎么走不开啊 小云今天刚做完手术 我把这事忘了 那这样 我让老赵陪我去吧 那你先忙 好 进来 余总 老赵 那个周末陪我去趟意大利 是意大利啊 好好好 来 把你之前搬一下手续 好的 我现在就去办 来 老赵 咱们 听说最近 有说武德闲话的 没有啊 真的没有 好像是没有 我想就是有 那也是捕风捉影 老赵 别什么疯啊影啊的 别吞吞吐吐的 有什么话照直说 这个余总 他老婆生命你知道吗 知道啊 听说还挺严重 外面有不少人说 他老婆生命是被武德气的 是机遇成疾啊 怎么这么说 还有不少人说 他在外面还有一个家 而且还和别的女人生了孩子 行了 今天感觉怎么样 没事 爸 我来 好 爸 武德在这儿 您就回去歇会儿吧 我回去也没什么事啊 要不然这样吧 武德呢天天在那儿熬夜 也挺辛苦的 不行你回去睡会儿吧 爸 你回去歇着吧 我不累 那好吧 爸 那我就回去了 小云啊 你好好休息啊 爸 明天来的时候 把我的电脑给带过来 你这个孩子 你不好好养病 你叫他干什么 没事 爸你就给我带过来吧 好吧 爸 爸再见 爸再见 你要笔记本见得干嘛 嗯 那你说个事啊 我们余总周末让我陪她去趟意大利 去几天啊 十天左右吧 那你就放心去吧 这些日子也把你累坏了 正好去放松放松 你不生气啊 干嘛生气啊 这是你工作啊 我有那么没心没肺吗 老婆刚做完手术我就出去 我拒绝她了 我拒绝她 我拒绝她 她拒绝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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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拒绝她 来了 来了 你看看 我说老板 这事先别跟小云说 省他知道以后 不立刻养病 我当初就反对他找伍德 你看看人家 论长相有长相 论能耐有能耐 可是他也不想想 像这样的男人 谁不惦记啊 你说这些有什么用啊 等有时间呀 问个伍德 到底是怎么回事 再问问他 有什么想法 还问什么问呢 傻子都看得出来 人家是巴不得 小云早点死 赶紧腾出地方来 你看看他忙的 忙的连手术 恨不得都没做完就要走 他那是单位有事 跟这件事情没关系 你别瞎点瞎了 有时候想想 生病也挺好的 所有的人都围着你转 胡说八道 没听说谁还喜欢生病 孟非非的那个孩子 现在怎么样了 想想那个孩子 也挺可怜的 我也想通了 你去照顾他们 其实也可以理解 有时间啊 就多去看看他们吧 飞机 你怎么又喝酒啊 也不知道 善云得的什么病 五大哥没说吗 说是有病 但又说 还得再检查 别喝酒了 喝瓶奶吧 你说 我又不应该去看看善云 人家之前 还送了雨梦一个娃娃呢 还是别去了吧 去了 你说什么呀 别喝了 不用你管我 去睡吧 那你记得把奶喝了 知道了 等一会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能签了吗 您还没看呢 在这呢 走 可以啊 我就说嘛 人生不能总是低潮吧 总有峰回路转的时候吧 郝总 接下来的目标 该把吴总攻下来了吧 别别别别 他自己的事够多的了 你要是坐不住 就在屋里活动活动 别出去啊 那我就上班了 好 妈 我就上班了 我走了 亲爱的 来 爷爷 喝红汤 好喝 妈 以后啊 您跟爸白天来 让伍德晚上来 这样都不影响大家休息 白天 你就能保证他白天 就不去干坏事啊 您说什么呢 妈 妈 我想一个人待会儿 好吧 那我出去溜溜 来 进来 这儿雨了 刘主任 找我有事啊 来 坐 刘主任 我听林楚说 您的病人里面 不少经过您的治疗以后 都恢复了健康 而且都有了孩子 是有这么几个特例 我也特别想要个孩子 您看 我还能怀上吗 这个你还是问林楚吧 她是你的主人医生 临床经验也很丰富的 您的意思是 嗯 专家们的意见 林楚应该都告诉你了吧 这个任何病啊 在碰到不同的个体后呢 都会产生不同的结果 您的意思是不是说 我的病 就只能等待奇迹的出现了 具体的治疗方案呢 嗯 都是你的主任医生 根据专家们的意见制定的 所以这一点 你还是可以放心的 林楚对你很负责任的 刘主任 您能不能告诉我 我不摘工 是因为我的病情没有那么严重 还是已经严重到 根本没有摘工的必要了 嗯 这个你还是回去问林楚吧 她会告诉你实情的 谢谢您啊 刘主任 不客气 谢谢你啊 教养 如果我这篇论文 拿你老看一下的话 就太好了 没问题 咱俩谁跟谁啊 你怎么这样啊 怎么了 你不会是想让我 先给你批评指正一下吧 别闹了 干嘛不闹 你怕变成婴儿啊 什么意思啊 笑一笑十年少 你本来就二十多岁 刚才这么一笑一下 变十几岁了 你要是再笑不就变成婴儿了 别闹了 别闹了 你知道吗 你老太太跟我夸你呢 夸我 我那天表现得一点都不好 特别不专业 谁说的啊 你当大夫都是法医啊 善云 知道自己的真实病情吗 你还没告诉他 不知道 我这跟他说不用摘工了 他也是将心将硬的 没有希望撑着 他很快就会垮下去的 人生啊 指不定会都有些什么事 真是活不担心 什么意思啊 嗯 没有啊 善云多亏有你这样的朋友 还不是什么忙都帮不上 爸 我想回家了 我想住在这儿 那怎么行 你这不是刚刚做完手术吗 回家多好呀 这样你们也不用来回跑了 别着急 等你好了以后 自然而然就回家了 好 那得等到什么时候 这还不快啊 好好养着吧 爸 你和我妈 一定要好好保重身体啊 你放心吧 我跟你妈呀 身体都很健康 没事 真的 你看 爸 如果 我真的不在了 你们 你看看 你又放自己了 人家林大夫不是说了吗 你没事了 真的 我是说万一 没那么多万一 晓云啊 你听我跟你说啊 你还年轻 别老胡思乱想的 听见没有 嗯 我回来了 爸 爸 那您先回去吧 那好吧 那我就先回去 吴德埃啊 晓云今天晚上可是没怎么吃饭 晓云大夫走了啊 爸 爸再见 再见 怎么不好好吃饭啊 你走了啊 我帮你去去吧 你先回去吧 我先回去吧 你回去吧 我真的想到你去吧 好的 你哺人了 你跟我背景吧 你去吧 你好辛苦啊 我说我没想到你去吧 你怎么又说傻话呀 反正我也活不了多长时间了 我不想拖累你 什么活不了多长时间 什么连累我了 我都知道了 我的病没治了 你跟凌处一直都瞒着我 你听谁胡说的 谁说的不重要 别听人胡说八道的 听我的 干嘛呢你俩大白天的这个 沈云 你怎么 连楚 我都知道了 我去问过你们主任了 你问我们主任什么了 你不要再瞒我了 你告诉我 我到底还能活多长时间 主任 您这么做是不是有点太不负责任了 怎么了 您明明知道沈云是我的病人 却不经过我的同意 擅自告诉她她的病情 她是来找过我 可是我什么都没跟她说 那她怎么知道她的病治不好 这是绝症病人的普遍心理 怀疑一切 你不会连这个也不知道吧 您真的没说 我说没说你自己去问善云吧 对不起啊主任 小林啊 你是医生 在任何时候都应该学会冷静 您不知道 善云 她特别的脆弱 如果不给她一点希望的话 她会迅速垮下来的 我呢 是不主张对病人隐瞒病情的 人总应该自己去面对一切 学会坚强是最主要的 问题是 她已经再也接受不起任何打击了 林楚 我想回家 行不行啊 当然不行啊 再怎么样 也得等心病你出来啊 我不想在这儿等死 我要回家 善云 你在下说什么呀 我不想做化疗 我也不想死得那么难看 还有 我的小说还没有写完呢 你今天到底怎么了 我 我就是想在剩下的这些日子里 过得再从容一点 对了 我爸我妈 我也得安顿一下 善云 你要是再胡说八道的话 我就不是你这个朋友了 上午定话 也 STRJ bisa 看你了 爹 洪大夫 好 我等一下 睡床的化妊结果出来了吗 明天出结果 你能不能给催一下啊 我已經催過了 謝謝啊 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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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伍德 善元不見了 什麼 不見了 你打個電話了嗎 他手機在床頭蓋著 那你幫我在醫院裡好好找找 我現在往家裡打電話 好 喂 爸 我伍德 小雲回家了嗎 沒有啊 你說什麼 他不在醫院 那 那他手機呢 你打他手機不就知道在哪了嗎 你幹什麼呢 喂 你把小雲怎麼了 我沒把他怎麼刀啊 沒有 你還說沒有呢 孩子二奶都有了 還說沒有 媽 這事兒不是你想的這樣 我 行了行了 伍德 你別跟我演戲了 我告訴你 小雲要是我三張兩段 我跟你沒完 媽 我去找小雲了 我不跟你說了 哼 他這坐在心去掛電話 他真給我演戲呢 這是 我告訴你 我早就看出來了 小雲的病 僵是他給害的 他幫不到小雲出事呢 你說說 每次我說他吧 你還護著他 我早就看出這個狼心狗回家了 你給我閉嘴吧 看到七號病床的病人了嗎 沒有啊 他不在病房 我來了 我來了 我好快 沒問題 一看 一看 你 我不算 我不管 你看 吃 一看 有一位 你 我 臍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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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小云呢 你在哪儿呢 好好好 我们马上过去 好 在哪儿呢 走云 这边怎么样说 走快快 小云 你走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 你吓死我了 凌处 对不起啊 我就想回家看看 我还 我没事 咱们走吧 走 小云在这儿 小云 小云 你这是干什么傻事你 妈妈 没事儿 咱们回病房说吧 对对对 回病房吧 别在这儿大呼吓架的 走走走 真急死我了 没事 爸 来 不得了 你妈那脾气呢 你也知道 她就是这么个人 你呢 千万别跟你们借着 怎么会 爸 我跟那孟飞飞 真的没有什么关系 好了 你别说了 我心里都清楚 我什么都清楚 爸爸理解你 真的 女人哪 你说伍德 嚎啕大哭 嗯 我从来都没有看见过她这样 嗨 我那也是真急了 也没想那么多 想什么 嗨 没什么 唉 你没事儿就好了 妈 要不然你跟爸还是回老家吧 小妹那段孩子也需要你们照顾 你看你这样我怎么回去啊 我能有什么事儿啊 再说了 还有伍德照顾我 她 妈 你一定要对伍德好一点 她呀从小就 我知道 快 怎么回事儿 没事儿睡吧 说不定哪天 就轮着我了 再让夏联想 幸亏咱俩没孩子 要不然我现在走了 她放心不下 要是我走了 你就把孟霏霏跟雨梦接过来 她们也真可怜 这都哪跟哪啊 你想往哪走啊 咱们都是好人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啊 好人也会死 我就是不想死的那么难看 希望有安乐死 你以后不准再把这个字挂嘴上 听见没 我看 无论以后怎么样 你都要记住我啊 咱俩以后天天腻在一起 我想往也忘不掉了 那你恨过我吗 从来没恨过 从来没恨过 但是我生过你的气 都是我不好 是我不好 我不应该瞒你 都过去了 别说了 答应我 以后不准胡思乱想 好好养病 那你也答应我 要是我真走了 你要再说这样的话 我跟你翻脸啊 睡觉 睡觉 还有事吗 吴总 意大利您为什么不去了 我 家里有些事要处理 这下可让赵副总逮着了 他指不定在余总面前 怎么说您呢 你是不是在外边听到什么了 吴总 有人说 您在外边包了二奶 把老婆气病了 还有人说 看见您和您的情妇在一起 喝酒 吴总 都什么时候了 您得注意点 我知道了 你去吧 我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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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大夫 林大夫 山云新的病理报告出来了吗 这次不会再出错了吧 不会的 你确定 你的病理结果出来了 你的病理结果出来了 拿来吧 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你 明月 你可以回家了 回家 什么意思 你没事吧 那之前的火简化验单呢 怎么回事 是病理科的大夫 你搞错了 你搞错了 这怎么可能 这不可能啊 我已经证实过了 是告诉我的 凌处 不要再骗我了 你不是在骗我吧 我向你发誓 没有骗你 真的 天 那 那我就不用住院了 那我可以出院了是不是 凌处 你不要骗我啊 你这次要是在骗我 我绝对饶不了你 你在骗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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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杀不过 你 你 太好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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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吧 什么事 你先说 你找我有什么事 我是奉了 我是奉了你小林大夫之命 约了老林大夫 你把 善云的花孕端带着 今天晚上 咱们小林狗去她家 叫羊 你再这样胡说八道 我真生气了啊 好好好 好好好 不开玩笑了 我告诉你 有一个特别特别大的好消息 什么 善云的新病你出来了 他什么事都没有 真的啊 我今天晚上 约了焦羊去看林老 那我跟着一块去吧 不用 我替你把外号带到啊 我告诉你 你现在什么病都没有 你就是有疑心病 一定要把这个问题改掉 那还不是被你害的啊 走吧 他爸 咱们走吧 走了 善云 把那个 把那个弄弄我 好了 你来 谢谢 对了 忘了问了 你老公做哪个东西 你老公做哪个女孩的呀 你看我像被老公管着的人吗 那这么说 我还有机会啦 像你那么漂亮的姑娘 还未被占领 这可真是个奇迹啊 你这用了什么词啊 准确吧 没觉得 对了 找我什么事啊 是不是被向我 没错 现在甲方这块骨头呢 我们已经啃下来了 是吗 以后啊 可就要看你的支持了 那我一定是 赴汤倒火全力以赴啊 你可不能光嘴上说 要有实际行动的 比如呢 那要看你给我的客户 是整版的发稿 还是半版的发稿 呦 您这胃口可真不小啊 啊